大家好 我是立法委员李燕秀 想知道我过去长期 21年为港湖做了什么 接下来还可以为港湖 还有所有的家长们做哪些努力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围炉夜话 哈喽 欢迎来到这一集的围炉夜话 现在除了总统大选之外 立委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选举 那台北市有很多话题 比如说台北市有一个选区是双帅 双帅因为今天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类的 然后两个比我帅都很懒得讨论他们 双输也是两个非常漂亮的候选 那一个就是今天我的特别来宾 燕秀 李燕秀 神哥好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那个燕秀 你在港湖吗对不对 港湖 你是几号 二号 二号 你是二号 二号 那个至于高嘉游望是几号了 所以就不谈了 你说你几号 二号 二号 港湖 二号 好 OK OK 我们待会再来谈 现在燕秀这个渗入苦战当中 对不对 很辛苦 谈这个反渗透法 因为我们燕秀是现任的立法委员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下午刚好进行协商 12月31号就是感觉他们要通过 这有一种说法 你民进党在急死吧 这个社会的反弹力道这么大呢 其实今年7月份的时候 在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时候 民进党那时候蔡英文说 我们最后一个国安无法的拼图 都已经拼完了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点 不直接进负二读 不经过委员会讨论 你马上又急着要修法 修法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呢 之前蔡英文还讲说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条文 大家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应该重新再回委员会 好好讨论 但是民进党这一次执政 这过去将近三年多的时间 到四年时间左右的时间 多少案子是直接进负二读 真的哦 一力一修 一力一修 劳基法 搞得全社会大家双输 劳方资方政府 都反弹 都反弹 最后大家都不满意 那这一次又来一个 直接进负二读的法案 目的到底是什么 明年2月1号 其实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多月多一点点的时间 马上新的国会 新的民意马上就开始 是啊 你民进党如果真的觉得 国安这么重要的话 那应该是提出版本出来 包括民进党已经执政三年半 将近四年的时间 行政院也应该可以提出一个完整的版本 毕竟果然这么重要 那里面要有很多更明确的文字 你很多不明确的文字 大家就会担心 很多台商大陆读书的学生 都在跟我讲说 不明确的法律文字概念的话 以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冤狱 更政治犯 以前在骂说 白色恐怖很多 对 刑法100条 对 现在更多人害怕的是 绿色恐怖 你要不你就写得清清楚 哪些东西可以参加 哪些事情不可以参加 如果你到大陆去读书 你参加他们的学生会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因为学生会是受当地的政府 也有指挥 就像外国人来台湾 成立一个什么样的团体 什么样的组织 他们也一样接受地方政府的监控 或中央的监控 看你登记在哪一个地方 同样的道理 不明确的法律文字概念 在里头的话 未来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 民进党在罗织罪名 所以那个法律的文字条文 当然应该讨论的更清楚 在这一次当中 确实别是看到 昨天的这个辩论会 亲民党也有意见 包括坑文哲也有意见 国民党也有意见 深入的都有意见 对 连独派都有意见 我们不反对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请负责任的民进党 拿出行政院的版本出来 大家来好好讨论 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件事情 当作选举的工具来操作 这艺术很好玩 这次竟然没有行政院版 是啊 怎么会这样 你几个立法文凑出来的版本 可以多么的严谨 然后国安法这么重要的东西 几个民进党立委提案版本 凑一凑讨论 然后把协商当成过场 完了讲完了之后 还是直接明天要逐条表决 这就是执政的傲慢 那你平常民生法案 也就算以后大家还可以慢慢讨论 但是这件事情 是绿色恐怖 如果没有很多不明确法律条文概念 未来就很容易让人家裸之最底 他们在这个法案立定之前 有跟在野党协商吗 完全没有 而且是直接竞赴二读 更莫名其妙的是蔡英文在媒体前面 在民进党区立委的肇事场合 总统直接下令说 我们一定要在12月31号之前 通过一个这样的法案 总统可以直接把立法院当成立法局 然后现实性的立法吗 如果说现在民进党以前想说 民意很重要 那现在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只有党义 没有民意 他完全不尊重立法院的 一个议事规则的讨论 直接下令 我蔡英文要求 这个法案一定要在12月31号通过 这是多么的不尊重国会 而且燕秀 政治的层次是另外一面 比如说我商业竞争 你是假商人 我是乙商人 我乙商人因为跟你竞争失败 我就说你违反反渗透法 然后说你曾经跟某某人见过面 或是曾经照过大 马上被约谈 马上被约谈 你生意都不要做了 以前我们说 《经法100条》是所谓的思想犯 说你涉嫌或什么 你可能怎么样 现在这种反渗透法 感觉上会有那个味道 奇怪啊 是 所以就是用这样的目的 文字写的不明确 反而让大家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对 那你随时有可能被约谈 你两岸的往来 无论是做文化 宗教 经济 教育 你都会碰触到对方的官方的人 对 因为你都需要跟官方去申请 你即便做生意 你要去申请盈利事业登记证 你要去登记公司 你都要跟官方申请 你入学也要申请 你要不要去参加他们学生会 可不可以 如果你现在没有说是可以或不可以 你直接参加了 你回来台湾的时候 万一马上被约谈了 那这是不是达到寒蝉效应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 那个法律的文字 应该写得更清楚 而不是现在 模棱两可的法律概念 未来有更多解释的空间 民进党现在都是用口头嘴巴说 哎呀没有问题 台商没有问题 参加什么没有问题 都是口头说 但是从来不要把这些 落入文字里面讲得更清楚 那未来在执法的层面上 那是不是容易让执法的人想说 文字上没有这么写 这是朝野协商自己写的 这个不算 所以就会达到很多喊蝉效应 民进党这几年 包括讲说假新闻不能讲 不能随便散播新闻 谁散播什么新闻就被约谈 现在只要不立民进党的新闻 言论在line的群组贴 马上就被关脸书或被约谈 那光是类似像这样子的活动 两岸往来 应该有的正常的活动 现在未来恐怕大家都不敢做 所谓蔡英文讲的 两岸要维持现状 维持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民进党越把两岸的路线 越走越窄 对 你看民进党团 你让我们漂亮的艳秀委员 气成这个样子 还是很漂亮 这是很生气的事情 因为两岸你未来能不能去 敢不敢去 就是有人就开玩笑 你干脆就告过去一样啊 动员看乱时期啊 直接宣布戒严 直接宣布戒严 民进党直接宣布戒严 就不过往来就好了嘛 对 免得大家都会觉得 该不该做可不可以做 那所以两岸本来是应该 大家共融 然后去创造更多的机会 去赚世界的钱 或者是两岸互相学生 互相竞争 然后我觉得都会得到 很好的成果 但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只是让两岸不能够 正常的交流 未来我们有没有机会 去共同去创造 更多的市场也好 对 我觉得完全会失去机会 这次南港内湖 你说你是几号 二号 胜利的二号 对 另外一个美丽的对手 我忘了他是谁 大家感觉上南港内湖 好像比较懒一点 可是这次听说您陷入苦战 对不对 其实比较懒 其实我应该说从之前 我觉得那个蓝绿的板块 包括新住民 新住户的移入之后 我觉得那个板块 中间选民会越来越多 其实我觉得很多区域 慢慢会变成一个这样的现状 那我觉得不管那个板块如何移动 我觉得应该是说 自己过去21年来 五届17年的市议员 到一届国会的立法委员 我觉得大家都在往中间靠拢 大家都希望能够争取更多中间选民的选票 原来自己的选票如何固守 中间选民能够能有更多的认同 所以这一块我深信过去21年来 无论是地方的每一个服务案件 地方港湖现在已经变成台北市的新都心 它无论是世贸宅馆全部都签到南港来 内湖的好山好水 整体南港车站变成一个 新北市入台北市的很重要一个围固 很多转程也都会在南港车站转程 所以我这几年又把南港车站升等为一等站 那一等站班次更多 普悠马大家都在这边转 所以商业活动都进来之后 在地的都更 政府就有机会放得更宽 因为停车率需要更高 那政府在评估 这个案子要不要给更多的停车率的时候 那个都更的条件就有机会争取到更好 所以我有机会把整个老旧社区 藉由政府公共建设的投入之后 整个更新 港湖又是一个科技园区 又是一个中营院是一个生技园区 所以港湖的整个区块其实非常特殊 就好山好水 既有南软又有内科 然后又有生技园区 所以这边的学区其实也非常好 所以藉由过去这么多年来 我刚才提的每一个建设 都是我21年来有学习有参与 所以我觉得南港内湖对我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地方 那我觉得藉由这些议题过去的琢磨 我只要把这个选战最后时间打好 我觉得应该有更多人可以认同 过去李彦秀是一步一脚印 选举行程非常的忙碌 我看从早拍到我好不容易寄出这个时间来了 真的 我跟你讲 没有 谢谢施辰哥给我机会 没有 没有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上 而且我觉得我们品观点收视剧这个流量非常的大 可是艳秀我问你 你现在我看你也会去站街头 会 对不对 那你现在跑行程的重点是什么 跑行程的重点啊 想办法在地方 肉搏站 早上从公园 公园6点站到7点 7点15分开始 赶到这个路口 路口站到9点 9点之后就开始市场 市场站到11点半 11点半之后马上站在内科跟南软 大家准备出来吃饭的 我知道那里 挥手 挥手 挥到一点钟 那大概可以暂时休息 放团队志工 吃个午餐 然后开始2点半 又是车队3点 车队开始扫街 然后晚上搞到7点之后 开始就是垃圾车 追着垃圾车跑 跑到10点 你知道吗 因为艳秀太忙了 我就透过她老公侯冠群 跟她的主任 她说她们也很少看到艳秀 因为艳秀实在太忙了 其实很少进办公室 真的 我每天都是跟着计划 然后发计计划 所以当我的小编 或者当我的随身的主任 其实很辛苦 这一次台北市8个选区 或者我应该说 在整理台湾73个立委选区当中 关注度算是非常高 非常高 除了换案之外 我上一次跟黄珊珊选的时候 那时候是黄珊珊是 民进党离让黄珊珊 对对对 柯P也支持黄珊珊 对对对 哇那一次这个你到 那一次国民党还最弱势的时候 2016最气势最差的时候 我有机会守住港湖这一席 那这一次也一样 只是换了一个人 这一次是所有的人 包括时代力量也都支持 上一季还有时代力量出来 这一次时代力量也没有推人出来 那面对的就是我国民党 然后面对高嘉瑜 大师说的政党的整合 我觉得整体的盘势 其实跟上一届非常的类似 那我觉得 当然都是硬仗 因为类似像一对一的选举 虽然还有其他候选人在 但是是类似是一对一的选举 那所以我觉得 我的个人长期的政治经营非常重要 你是一个什么样品牌的政治人物 你是一个什么样风格的政治人物 你够不够专业 你的每一个步骤 其实是不是始终如意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看 绝对不会是为了一场选举 然后在政治光谱上随便的犹豫 在政治光谱上 是不是始终如意 大家都在看 或者是只是为了选票 在到处飘移 选民经过那么多次 民主投票的经验 大家也都不是渔民 大家都会做判断 我选举比较笨 我不是很会选举的人 但是就是我觉得一步一脚印 把自己团队的品牌 就是我的整体 包括我的团队经营起来 才叫做李彦秀 所以别人怎么去认同我们 那都是21年来每天的经营 好啦 那你要争取连任 那对于内湖南港的居民来说 你的主要证件是什么 像最近流感季节 这种流感开始来了 所以我在社福卫衡回 将近四年的时间 过去我把三架的流感疫苗 争取到四架疫苗 我一直认为预防医学很重要 如果预防医学做得好 大家就不会打了流感疫苗 没有用还是吃药看医生 所以健保制度完全没有省到 所以我今年争取了 全国都打四架疫苗 包括长期我关注 零到六岁政府雇 那虽然很多人都在喊 包括郭台铭也在喊 蔡英文也在喊 但是如何雇 雇得好 那才是真正重要 就是说很多政策 不是丢钱的政策 包括长照政策 民进党到底长照政策 是不是真的看得到 用得到找得到 这就是政府在执政 执行过程当中的缺点 这几年我非常关注长照 我非常关注健保制度 我也非常关注家长的教育议题 特别是今年的课纲 是二十年来教改幅度最大的一次 如何陪伴家长跟孩子们 在学习的历程当中 还有素养如何去做更好的准备 这些议题长期在民生议题的法案上 在教育都是我长期关注 包括今年我们争取更多的公共场所的空间 有设置一定有入空间 我相信很多这样的关注 未来的产假 能不能由现在的八周 延到十二周 包括这个育婴留职听心 这都是长期我在社府贵涵争取到 应该可以创造一个 生育养育 教育更好的环境 那过去我们持续在做 未来我们当然要更努力 持续地把它做好 做到大家都满意 好 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请到的是内湖南港几号 二号 二号的晏秀来到现场 希望大家如果认同他的政治理念 内湖南港去票要投二号 好吧 谢谢 非常非常谢谢晏秀 谢谢 这个我们这期的围如烈花 就到这边 我们明年在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拜拜